谁啊 妹妹 姐 你怎么来了 我从家里给你们带了一些菜 哎 我是刚脱完的 你这身上太脏了 那我把鞋脱了吧 哎 你这是干什么 你有什么事啊 这是我从家里 给你们摘了一些菜送过来 也好久没见你们了 我这家里也不缺这些东西 你拿回去吧 拿回去 妹妹 你这好久没回家了 过年也没回去 家里人都想你了 妈让你回去看看她 行行行 有空啊 我回去了就回去了 你赶紧走吧 那你把这些菜收下吧 这是今天早上我和妈 给你摘的 行行啊 不用不用 我们这有 我们这什么都有 楼下超市都有 你赶紧回去吧 姐 你怎么不进去啊 家里没人吗 我过来送菜 衣服也没来得及放 太脏了 我就不进去了 哎呀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 什么脏不脏的 走 回家 等等 要不就不进去了 进去吧 读到家门口了 哪有不进的道理啊 小雅姐来了 姐坐吧 你怎么让她进来了 没事 姐坐吧 小雅你怎么了 这是 这可是三姐啊 我这星期天 好不容易有空打扫的卫生 干脱的地 你看她身上长的 等等 要不我就先走吧 不用找 姐 等等 这是我和妈 早上给你们摘的菜可熏熏了 要不你们就收下吧 行姐 我说小雅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这是咱姐 又不是外人 没事 反正我是过来给你们送菜了 送完菜我就先走了 姐 在家吃个饭再走吧 吃什么饭 赶紧走 你给我坐着 我还在重新洗 拿上你的东西 赶紧走 小雅你怎么回事啊 姐 你回来 姐 姐 姐你坐 别理她 我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东东 你别和小雅吵架了 都是我不好 要不我还是先走吧 姐 你先别管 学雅 你别以为你现在有点本事了 就可以看不起理解了 你别忘了 这一切是谁给你换来的 你上大学的时候 是谁给你出的学 是咱姐在工地上没恶没业的 把你的学费给挣出来的 还有这房子也是咱姐 掏出她所有积蓄给你买的 现在她就在咱家坐一会 你都不烂 你还有良心吗 对了还有件事 咱姐一直那么忙着 不让我告诉你 但是我今天必须说出来 东东你别乱说 姐你别管 你还记得你三年前生的那场大病吗 你还真的以为有那么多好心能给你捐肾 实话告诉你 你的那个肾是咱姐给你的 姐 妹妹 你啥都不用说了 我们毕竟是姐妹 我不能看着你生病了 我不救你啊 小儿啊 张姐一直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 就是怕你有心理负担 可是你呢 你就这样报答她吗 姐 姐 我错了 妹妹你快起来 要不这样吧 老家情况也不好 你和妈搬出来住吧 让我和东东好好照顾你们 不用了 家里还有地 我走了 谁种了 姐啥也不图 只要你们俩好好的 姐就心满意足了 那行姐 今天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我出去买点菜 给你们做好吃的 多买点肉啊